這一位是哈利要推薦的 哈利 對 我覺得就是心情不好 只要看到他就有那種 療傷的效用 對 療傷 對 自從有一次我在FB上面 找到他的那個什麼相片之後 我就覺得因為他長得很甜美 然後又很有氣質之類的 看了就會覺得心情還滿好的 不過我覺得也有傷心的一面 就是因為我加他的時候 他好有爆料 就是沒有辦法加 就好像是那種 一桌好菜放在前面 可是你沒有辦法吃到的感覺 什麼啊 每個人要咬一定要吃 對 就是這樣 所以哈利你就利用我們節目名義 騙他說我要找你上節目 然後請我們製作人 也是可以這樣子講 對… 算是冤枉了 不隱藏 然後他就答應了你的交友邀請 對啊 然後還稍微小聊了一下 還聊了一下 你們聊了什麼 你聊什麼 沒有 就叫他明天錄影加油這樣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位 這個聊生戲女孩她的照片 年紀好小的感覺 很可愛耶 對啊 這超甜 要不在草原 要不在枕頭旁 你看 她的夢多聊 世界有點甜的 對 世界最美好 一起觀看 有她的日子不會下雨 她有那種陽光余灰的那種 這麼可愛 真的 好 沒關係 我們一起來歡迎 這一位來自得名科大 英外系的龍龍 龍龍 龍龍 身高168公分 體重48公斤 歡迎 歡迎 怎麼了 陶子姐 龍龍剛剛的路徑 有如一個詭異的台中 對 她登台的路線非常詭異 先從東部一旦上來 然後蹲電以後 然後再直降過來 再到台中拐了一個彎 然後才回來 你知道嗎 我都挑這一條錯 對 怎麼會這樣 龍龍剛剛怎麼了 怎麼了 這是害羞嗎還是 後面喝了一點酒 我剛剛 已經開了 有 我剛剛沒有看路 沒有看路 走歪 真的走不見 走 平常也會這樣子嗎 視力不好 都喝森榕酒嗎 還是 所以會不會在拍照的時候 對,因為甜美 所以攝影師大哥 都會比較照顧你 可能就剛好是他們喜歡的菜吧 對,然後... 所以他們會怎樣 會特別照顧 還是要求你什麼 就是活動通常都是會滿團 然後有時候很快 所以他一次就是開了 然後半小時就滿了 滿團這麼快就滿 上限十人嘛 然後就是要滿這樣 對 還有後補 後補哦 還有後補的哦 拍你還要到後補這樣 因為外拍通常都會後補 然後萬一有人沒有來 就可以找後補的 可是因為那是在南部 比較少去啦 所以就很快就滿了 不過小恩請問 真的攝影師在碰到這個 拍攝對象 剛好是你的菜、你的心 就會特別照顧他嗎 幫他打光也打得特別好 其實攝影師也是人 所以 血肉之軀 比較自己的菜 還是會多多照顧一下 一定會 都會留電話嗎 電話是一定會留的 好 但我基本 自己個人會比較喜歡 反差搭的模特兒 就是他可能看起來很安靜 但他一上鏡頭之後 他就變成 對我來說覺得心力很輕 就會練鶴拳 掛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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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要謝謝我們的朗朗 請入座,謝謝 歡迎你來 這邊要問一下 是 就是說是不是每一個女生 真的都可以走甜美的打扮 其實我是... 我覺得不是很贊成 每一個都一定要 非得甜美的 因為有些人的... 你的臉型或樣子 個性 你本身就是有男孩子氣 那你可能為了討好另一半或男生 你就把自己變成那個樣子 反而是會穿幫 因為照片很容易騙人 是,比如說像黃岳水老師或 廖輝英老師 我相信他們也曾經跟寬姐一樣 有甜美的時候 對 寬姐甜美 對 對,因為我覺得像照片 那是零點一秒 那個時間很短 所以他可以很快的留下一張照片 那是偽裝術 那真正的到你真的接觸的時機的時候 你還是會露出馬腳 像我記得我做孫燕姿第一張的時候 他剛剛從新加坡來 拖的大行李 他頭髮是長的 是過肩膀的 那麼長 然後那時候穿小碎花裙子 還會有...他指甲有穿高跟良血 那可是你看他走路就是很有個性 講話也是很有個性 那只是... 因為他那時候是平凡人 所以他打扮就讓你覺得很... 很舒服很自然 可是如果你沒有跟他接觸 你覺得就是一個甜美穿小碎花的女生 可是當你開始跟他講話 看他走路那樣子那種外八 我就覺得把頭髮剪掉 把他穿破牛仔褲 很有個性 就很有個性 那可能是你血液中 你人格中的一部分 那我們做藝人做唱片 就是把它放大 那不代表其他部分沒有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 好好在你自己的那個衣型裡面去找 不一定就局限在甜美 有時候男生會因為你的甜美外表 但是他喜歡上你的個性 你不妨去做一個中和是比較好一點 好 是,那請問一下司徒 就是說如果今天你們這個雜誌 要拍一個甜美主題的時候 你們選模特兒有沒有一些特別的點 當然是長相會比較甜美一點 就是眼睛大大的 就是然後五剛比較端正的 台灣的市場甜美很吃香 這個模特兒 反而是那種個性酷酷的 只有超高級精品喜歡 對 否則一般的那個 剛剛走國際線的東西 對,否則一般都喜歡那個 眼睛大大顆 很夢幻的那個女生 這小燕應該看過很多 因為現在有很多那個正妹牆 他們的照片 他們就會有一些比較 覺得有一、二、三一些步驟 不管是招財貓、嘟嘴 或是放大片 你會不會其實有時候想要 勸阻他們不要這樣子 其實我在拍的時候 我通常就會壓上去一張 如果他第二張再繼續這樣子的話 我可能就會阻止他這樣的行為 就是... 請他出去 不... 只是我覺得一張壓下去 那張就不要選 就過去就算了 但如果他一直呈現這個狀態的話 我可能就會請他先放鬆一下 把他既有對甜美印象的東西 先放掉 我重新告訴你 我重新為你上色 會擺得好一點 但是剛剛我們講的那幾招 其實納豆還是滿吃的 當然啦,喜歡啦 對 對,就是OK啦 這麼多年了 什麼時候才要成熟一點 不管 哈哈哈哈